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新兼民主黨中委會成員的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蔡耀昌 近日干犯了一些惡行 於是遭到網民的聲討 甚至乎連他的黨內同志也看不過眼 紛紛聲明說蔡耀昌不代表我 到底這位蔡耀昌干犯了什麼惡行呢? 事緣在上星期四的時候 社區組織協會發表了一個調查報告 說不少食店以防控工作為由 在網上或店鋪門外張貼標語 說明不招待大陸客 蔡耀昌說這是有歧視大陸人之嫌疑 去到昨天他約見了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 他促請平機會調查事件 以及要求特區政府盡快修改法例 將歧視從大陸來港的新移民 或者歧視大陸公民定為種族歧視 這些當然是非常無賴的 蔡耀昌 首先你這些說法基本上 就是和林鄭保持了高度一致 林鄭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曾經順勢旦旦 說不會設置任何入境限制措施 因為這樣就等同於歧視大陸的旅客 現在蔡耀昌說這些話 跟林鄭是否一模一樣 相差無幾 還要投訴別人的食店 其實在門口說得明說不會招待大陸客人 那些全部都是黃店 為什麼蔡耀昌會把窗戶指向黃店 指向自己人 難道有藍店會寫這些標語嗎?一定不會的 蔡耀昌是否很猛 別人的黃店不招待大陸客人 原因是很簡單要實踐防控工作 正如特區政府都已經實施了措施 凡是從綠路口來香港的大陸客人 他也要先進入中心睡覺14晚 你不要說他這些是歧視 這些不是歧視 這些是防控工作 怎會這麼盲不講理 而且你這隻蔡耀昌是不是法盲 評寄會已經出來三番四次說過 香港人和大陸人是屬於同一個種族 在法例之上 是不能夠構成種族歧視的 你還要去投訴 然後約見這個評寄會的時候 你就包藏禍心了 蔡耀昌 竟然在會議上要求特區政府修改法例 就將所謂歧視大陸人和歧視新來港人士納入這個法例當中 你是不是剩下了 全世界都沒有類似的法例 我告訴你 根本上蔡耀昌這樣做 只是在製造一個特權階級而已 到時候這群人就變成了大爺大哥大 走出來大阿哥 有什麼事情就朝朝朝朝朝 你不妥他嗎? 你刺他嗎? 他就可以利用這些法例來整治你了 蔡耀昌怎麼會這樣陷害香港人? 你這個蔡耀昌吃女爬外 你自己也是香港人 所以難怪在網路上對你一片的口誅不伐 是正常的 是可以理解的 甚至乎你黨內的同志 都是要不妥你這個蔡耀昌 在今天就有幾十名的民主黨員組織起來 寫了一封聯署的公開信 這封信是怎麼說的呢? 標題是 蔡耀昌不代表我 最近兩個星期 民主黨中央委員蔡耀昌以其他團體身份發言 指控只招待香港人的餐廳屬於歧視 並要求平機會處理 我們就有以下回應 林鄭強硬拒絕對中國封關 並且說全面的封關等同歧視 直接使香港的情況加劇 才出現那些餐廳為了保護客人自救的行動 蔡耀昌的言論等同支持林鄭拒絕全面封關 他作為中委 他發言和民主黨堅持全面封關的立場 出現了重大的矛盾 我們堅持和香港人站在同一陣線 並且速請蔡耀昌辭任民主黨中委 以尊重民主黨的立場 聯署人當中很多都是新科的區議員 根本上這就是由下而上的政黨內部的抗爭運動 就是針對的對象是蔡耀昌 這就是民主黨的中委成員 長期以來以一個黨外的身份發言 就是要凌駕和騎劫黨內的集體意志 這不是我所說的 而是民主黨的副主席羅健熙所說的 他說集體意識不是一個人可以維持得到 而是需要整個集體的人一起去維持 但是有些人故意三番四次做局外人 我就會視這些人在剝削其他人的集體意識 這很明顯就是蔡耀昌 因為蔡耀昌不單有民主黨中委成員的身份 他還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幹事 但是當他用這個社區幹事的身份 走出來說三說四的時候 他是身兼民主黨中委的 麻煩你就應該辭去中委這個職務 甚至乎是退黨 既然你跟民主黨那麼多路線都不同了 既然你三番四次所說的話 都是跟民主黨有衝突 那你不如扯吧 而民主黨內部從來沒有試過有那麼多區議員 一起在Facebook發功 就寫一句話而已 就叫做某某人不代表我 你蔡耀昌就能做到 民主黨面對這樣的形勢 面對這樣的民意訴求 當然他就不得再迴避 於是昨晚他們漏夜發表了一篇聲明 標題就是蔡耀昌及社協立場與民主黨無關 即是割席了 那篇聲明是這麼說的 民主黨中央委員會一般而言不會過問成員私人的工作內容 就著蔡耀昌及他的工作機構對有關議題的立場 民主黨中委會特此澄清 此前未曾討論過相關議題 蔡耀昌的立場亦與民主黨無關 因為事件已經引起公眾關注本黨的立場 中委會決定在3月14日即是今天作出詳細的討論 他的文章就說明 蔡耀昌言論指代表社區組織協會 並不代表民主黨立場 這已經是非常清晰的表態 就是跟他割席 撇清關係 所以這些人就應該辭去民主黨中委的職務 最好就退黨了 或者民主黨啟動一個內部的程序 將他踢出黨就可以了 無謂讓這些人來拖累你 其實年輕的那群基本上是不妥的 也不妥這些人 比如說新科區議員 其實這些人已經有一定的實力了 因為新科區議員是佔了黨內區議員的大多數 本來你民主黨都只有幾十人 現在你上到98人 大部分都是新人 那麼這群人呢 希望他們做些事情 在黨內推動由下而上的改革 由下而上的抗爭 就不要讓這些所謂的老泛民 尤其是這些蔡耀昌這些人 繼續壟斷整個黨的話語權 因為你的黨其實是有新生代的 你是有些希望出現的 比如說許智峯、鄺俊宇等 你何必讓這些所謂的老泛民 牽著鼻子繼續走呢 如果這些人繼續霸佔黨的話語權 其實對於新生代、對於乳鴿 都是不理想的 因為市民的印象 就會隨之投射在你這些人的身上 很無辜 因為這些人其實都是不同意蔡耀昌的言論 所以我現在看到 在Facebook上那麼多民主黨的新科區議員 一起走出來說這句話 就是蔡耀昌不代表我 我就真是拍爛手掌 集體意識就不能夠凌駕是非黑白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現在蔡耀昌說得大錯特錯 所以就一定要跟他出來割席 明明說好了什麼 不分化不割席 現在蔡耀昌的所作所為 就是對於那些黃店割席 而且蔡耀昌說的東西都沒有譜 叫特區政府修改法例 將歧視大陸人和新移民納入這個條例當中 你真是愚蠢 這是完全政治不正確 你講這些說話的時候有沒有問清楚大陸的 根據官方的說法 中國人和香港人是同民同種的 你這樣搞發起不是搞港獨 你真是愚蠢 網上流傳了一段消息 大家評價一下 到底那個店家是做得對還是不對 這一名的陸客就說 剛剛被一間黃店割了出來 他就說本來想去學校自收 但是沒有帶到八達通 於是搜尋一下附近有什麼咖啡廳 看到一間是非常接近的 於是跟了一個導航走過去 去到以後他就看到那間店外面 有兩個外國人的小女孩在那裡唐食 於是他就進去開始點餐 店員聽到她說普通話 就馬上告訴他不能夠唐食 那陸客就問了 為什麼不能夠唐食 店員跟他說出於安全的原因 那陸客就說 為什麼那兩個外國人可以呢 店員就跟他說大陸人不同 那陸客就繼續說 他說我14天之內都沒有回到大陸 店員繼續說只要大陸人就不行 那陸客當然就不妥 就說不要談政治立場 他就認為這種上升到政策的一刀切方式是不妥的 尤其是以文明自居的香港 如果你說一刀切的方式 最徹底的就是台灣直接不讓你入境 於是人家的個案數字就這麼低 那有什麼好吵 既然你這麼不喜歡香港 又何必留在香港讀書和工作呢 你大可以回去 你絕對有這樣的自由 而且這間店員也沒有說不做你生意 只不過叫你不要唐食叫你拿走而已 可能正正就是這間店員想把人和人之間的距離拉遠 既然有一個人坐在那裡 那你就無謂再坐在那裡 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會不會是你自己反應過敏呢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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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